乡村老师一鸣堂开了一个幼儿园 每月收60块钱 专车接送 还包一顿饭 哪知他刚贴出宣传单 村民们就嚷嚷着 读书有什么用 你师范毕业一个月才千把块钱 我只要初中毕业到深圳打工 就有三千多 你开幼儿园是来骗钱的吧 一鸣堂没有争论 苦涩地笑了笑 就推着自行车往前继续宣传了 原来村里的年轻人都外出打工了 看着满村的老人和孩子 一鸣堂不忍这些孩子重蹈父辈的路 所以才决定开幼儿园 让妻子教孩子们文化 却没料到村民们会这样看他 更奇葩的是 学生还没有招到 晚上邻村的水生就找上门 要给他一个老师 原来水生的女儿李响 16岁初中毕业就辍学了 最近竟然跟风要去外面打工 幸好水生发现得及时 在火车站把他捉回来 反锁在家里 但长时间这样也不是个办法 于是他恳求道 李响平时还挺喜欢唱歌跳舞 你看他能在你这里当老师吗 一鸣堂却没有不满 他如今就差这样一位有才艺的老师 于是就答应了 第二天李响来了 看着他一脸不高兴的样子 一鸣堂好笑地问 你还想出去打工呀 哪知李响满口不服气 我打工是为了赚钱 参加超级女生 实现当歌星的梦想 一鸣堂一听劝道 你要当歌星去考音乐学院呀 可李响却说你不懂 随后两人来到村口宣传幼儿园 哪知村民竟起哄 李响不配当老师 李响被这一击当场边唱边跳了一首 不怕不怕 表演一结束 村民们纷纷鼓起掌来 也正是因为这场震撼人性的表演 为一鸣堂做足了宣传 很快就有15个人报名 一鸣堂高兴地拿着报名费回家 妻子却很疑惑 15个人为什么才500块 他不以为然地说道 有的奢账报名 妻子很无奈 这点钱根本不够幼儿园运转 可一鸣堂也没办法 都是相里相亲的 第二天幼儿园开课了 一鸣堂让大哥帮忙接人 很快孩子们就挨个坐在教室里了 可一鸣堂高兴的同时 也遇到了一个难题 他没想到 孩子们竟然这么能吃 煮的饭竟然不够了 没办法 他只能到大哥家借了一锅米饭 晚上夫妻俩一合计 开学才一天就赔了不少钱 妻子表示不愿再开下去 一鸣堂劝说道 莫急 慢慢来 只要你教学抓好 会好起来的 妻子也只能妥协了 哪知这口气还卡在嗓子眼 第二天就有个男人 把孩子妥妥送来 要全脱 原来妥妥的父母要外出打工了 每月给男人加200块 让他帮忙带孩子 却没想到大家都认为妥妥是他的孩子 因此30岁了 还找不到媳妇 这波看到幼儿园开了 男人就想甩掉这个烫手山鱼 看着一鸣堂还没反应过来 男人把妥妥父母给的生活费塞给他 就急冲冲的骑摩托走了 就这样 妥妥正是留在了幼儿园 可夫妻俩却没想到 因为平时妥妥吃得不好 现在看到好吃的就停不下嘴 这波中午就吃了四碗饭 快赶上成年人了 妻子是无奈又心疼 不过幸好幼儿园慢慢走上了正轨 一鸣堂也放心地回了镇上的学校上班 哪知他刚上课 理想就突然跑过来吼道 妥妥不见了 原来中午的时候 妥妥正看着同桌的牛肉干 吞口水 突然一只狗过来吃了 妥妥还没反应过来 同桌就回来了 他看见桌上的牛肉干不见了 就向理想告状 妥妥偷吃了他的东西 而理想不分青红皂白的就训斥妥妥 妥妥委屈的解释是狗吃了 可理想不仅不相信 还骂他 你吃了就吃了 还撒谎 直到中午吃饭时 妻子发现 妥妥不见了 两人四处寻找 都没有找到 这是一个村民说 看见妥妥往池塘走了 妻子怕出事 就让理想去叫了一鸣堂 一鸣堂一听放下粉笔 往池塘冲去 他二话不说 拿起竹竿就打捞起来 可依旧没有发现妥妥 突然一个村民吼道 在河里面快过去 一鸣堂二话不说 往河边跑 看着浮起来的尸体 他直冲冲的就伸手捞了起来 幸好只是一头猪 大喜大落之下 一鸣堂的浑身都在颤抖 这时他忽然想起妥妥 经常在村口的大树下等父母回来 于是抱着最后的希望赶了过去 可还是没有 他麻木地推着自行车准备离开 突然一声勃勃传来 正是妥妥 一鸣堂后怕地抱住他 瞬间摊坐在大树下 一鸣堂带着偷偷回了家 他大声训斥了妻子的鲁马 一旁的理想十分内疚 晚上他主动向一鸣堂承认了错误 还哭着说道 我知道做老师不是这么简单 所以我想回去继续读书 明年参加师范考试 一鸣堂哽咽的指点头 读书好有文化了什么不好 试完还摸出几百块让他买书 经过这次一鸣堂也更加关注孩子们 不仅亲自拉车接送 还会带孩子们到野外参加社会实践 因此和孩子们的关系也越来越好 可就是这个时候 学生秀秀的妈妈突然回来了 他高兴地抱住秀秀 一鸣堂却发现秀秀并不亲近妈妈亲 甚至连递来零食都不接 秀秀妈失落地说道 可能他认生 原来秀秀妈在外打工了两年 一直没回过家 秀秀根本就不认识妈妈 一鸣堂也不好说什么 直到几天以后 秀秀妈再次上门给秀秀送零食 他才发现不对劲 因为秀秀已经几天没上学了 他一问才知 原来夫妻俩已经离婚 秀秀判给了爸爸 两年前秀秀妈为了给秀秀爸还债 忍痛抛下女儿远走他乡 如今债还清了 他回来了 可秀秀已经不认得他 而秀秀爸也在外面找了其他女人 于是他决定再次外出打工 临行前想再见一次秀秀 一鸣堂答应了 因此在秀秀妈离开的时候 他带着秀秀来了 看着远去的汽车 他告诉秀秀 要记住那是你妈妈 随后他带着秀秀回到幼儿园 哪知却看见教育办的老同学找上了门 原来幼儿园资格不达标 不能办下去了 一鸣堂艰难地问道 怎么才算达标 老同学却说 首先老师得有教师资格证 其次要有一辆校车 可今年的教考已经结束了 而校车至少得五六万 一鸣堂根本不能搞定 没办法 他只能停办幼儿园 很快他带着剩下的学费 把孩子们一个个送回了家 可送秀秀时 他发现秀秀家根本没有人 伯娘说道 他爸去深圳打工早走了 秀秀我在照顾 一鸣堂愣了一瞬 赶紧说道 幼儿园停办了 我把秀秀送回来 哪知秀秀伯娘突然不干了 我一天忙得很 没有时间看着他 一鸣堂顿时不知道该怎么办 幸好秀秀伯伯见状说道 不用管他 你把秀秀留下就行 想着毕竟是人家的家事 一鸣堂也没多管 留下秀秀就走了 随后他来到妥妥的家 却彻底愣住了 秀秀家只剩下了双母失明的奶奶 看着他用手在地上 慢慢地摸着果子 一鸣堂口中那句 幼儿园停办了 怎么也说不出口 听着秀秀奶奶让他吃了饭再走 一鸣堂心情复杂地说道 不了 我先带秀秀回去 在回去的路上 他又看见秀秀正一个人蹲在门口 于是把秀秀一块带上了 哪知两个孩子就突然问道 我爸爸去哪里了 一鸣堂回道 在南方打工去了 可孩子们又问 南方在哪里啊 一鸣堂思索了一会儿 带着孩子来到了山上 他指着远方说道 那就是南方 你们的爸爸妈妈就在那里打工赚钱 给你们买好吃的 买新衣服 让你们读书 影片用一鸣堂 开办幼儿园的艰难经历 展现了农村留守儿童的生存状态 也反映了农村落后的教育理念 我们都知道读书改变命运 可在他们眼里 暂时的生存才是最重要的 有时候在想 父母外出打工 为孩子挣个好的生活 我能理解父母的这种想法 可因此 却把孩子独自留在落后的农村 让他在缺失父母的爱 缺失教育的环境里成长 真的值得吗 不要问我是谁 我是努力讲好故事的风格 看完视频的朋友 记得评论 支持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与点点栏目